妝妝 妝妝 妝 妝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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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吹武器走 感應不良 她們覺得超酷 對 對 哀 gosto 停 大家想跟我一樣學會魔法嗎 當他生氣的時候 他就會這樣炸毛 而且 還可以比宗旨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來妮妮就這樣子 這是一個科技開箱 科技動手做的頻道 在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哦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的又是樂高玩具 這一次是 Harry Potter 系列的 Fox 鳳凰 如果大家有看過哈利波特的話 應該有印象他是鄧不利多校長的寵物 那他的特殊技能呢 就是他的眼淚可以治癒別人 而且他是可以無限重生的 我個人呢看中這一盒 並不是因為對於角色的熱愛 而是因為他這一組玩具是有機械式結構的 我覺得超級酷 你在盒子上就可以看到 他旁邊其實是有一個可以轉動的手綁 當你在轉動的時候 這一隻鳳凰他就會做出拍式的動作 但是呢光這種機械式的結構 我覺得還是不夠滿足我 所以今天我還要再把它配上Arduino來做改造 那我們先開始組裝吧 歷經了兩個小時 終於組完了 我也不曉得這一隻鳳凰花兩個小時 到底是一個正常的速度 還是一個遲緩的速度 大家可以自己來試試看 這隻鳳凰呢我覺得做的真的非常的漂亮 可以看到他的顏色其實都是有漸層的 甚至這些羽毛都做的非常的細緻 帶大家看一下他的每一個手指頭的關節 誒這應該是腳吧 雞爪 好 本來這樣講的好低級 但是他這個手爪的部分啊 都是可以一根一根去調整的 甚至是爪子的方向 你都是可以去做微調的 那再來就是他旁邊這個羽毛 你也是可以去調方向的 旁邊這也都是 然後再來他這個後面的羽毛啊 就是尾巴的地方也是都可以調 那再來就是他的頭也是可以轉向的 所以你可以去克制化他的心情 啊 嗯 對他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的羽毛還蠻容易掉的 雖然平常不會拿來拿去啦 可是像我現在這樣就是 就會一直掉 像他呢現在就是一隻非常平順的鳳凰 但是呢當他生氣的時候 他就會這樣炸毛 而且 還可以比中指 接下來呢 來帶大家看這隻玩具的重頭戲 也就是他的機械裝置 在背後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他有兩個黑色的手把 那這兩個黑色手把 其實功能就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只要轉其中一個就好 那我們來轉轉看 啊覺得很酷 我當時看到影片的時候 我就決定 就是他了 你可以看到他的關節很多 所以他拍動翅膀的樣子 其實還蠻逼真的 可是呢 說實在的 光只有機械裝置 我覺得還不夠酷 所以 既然這是一個科技手作的頻道 我們就來加點什麼吧 皮卡皮拉拉布麗娜貝德多 回去睡覺 胖胖今天沒有你的戲 欸欸不行 胖胖尿尿 啊 喔唷 去去武器走 感應不良 我覺得超酷 停 停 大家想跟我一樣學會魔法嗎 需要準備的東西有 9V的電源供應器 Arduino的板子 我選用的是 MegaADK 再來 還要數條的杜邦線 以及 面包板 再來是IR接收器 以及一個 紅外線的遙控器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馬達 我選用的是 S35的四伏馬達 當然你也可以選用別顆 但是要特別注意扭力喔 不然會轉不動鳳凰喔 另外樂高玩具跟馬達 是需要固定在一起的 才有辦法施力 所以在不破壞樂高玩具的前提之下 我另外用3D練印機製作了一個底座 底座的成品主要是長這樣 這個凹槽是可以放樂高玩具的 那這個板子是用來固定馬達的 另外還做了一個馬達的連接軸 一邊去連接馬達 另外一邊去連接樂高玩具的轉軸 再來就是我準備了一條橡皮巾 可以把馬達綁在這個板子上面 其實鳳凰的背上還有很多個接點 你可以做任意的裝飾 那我們現在就來把路易吉放上去吧 路易吉火燒屁股的 關於這個作品的實際操作流程 以及需要用到的程式碼 還有3D練印機的STL檔 我都會放在影片下方 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以自己去下載修改 那在3D練印的部分呢 如果你有興趣 想在家裡擺放一台3D練印機的話 我特別推薦 RUSA MINI 它的體積真的很小 而且噪音也不會很大 購買的連結我也會放在下方 如果你不打算在自家放一台3D練印機的話 也可以將檔案委託外面的印刷廠商喔 我是妮妮就醬子 期待更多的開箱影片 又或者是科技手作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掰掰 有 grant的意思 按支援裡面 按支援裡 按支援 按支援 比卡比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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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赖比赖多多